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开开一个插件的伺服器 首先你要下载三样东西, 分别是这个Buckets 第二样就是这个No IP的这个程式, 可以帮你制定你的伺服器 第一步, 你首先来到这个网站, 你看到有很多版本的Buckets 我们选择一个最新的版本, 1.10.2 有些是写着API的, 不要下载这些API 你可以下载一个最新版本 下载完, 在这里, 你需要开一个Folder, 让它安装着伺服器的资料 因为你开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些伺服器的其他档案 建议大家找一个资料夹, 保存着它 然后不是立即开启这个东西, 是我们right click, 新增一个文字文件 文字打进去 而这个东西是随着你这个Java的伺服器核心而改变的 而这个位置就是你放多少记忆体到你的伺服器核心 打个比方, 你的电脑有4GB RAM 那你就可以放1-3GB RAM XMX就是最小的记忆体 XMX就是最大的记忆体 其他就不用变了 编辑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start 那其实这个名字是你Random的 总之这个是用来开伺服器的 那这个档名呢, 就打.bat 那一定要是.bat, 其他是不行的 那它说, 什么, 档案可能没法使用 那你, 按确定吧 然后呢, 你就可以开的了 开了之后, 应该会有个box彈出来的 它会自动认识的, 是正常的 然后呢, 就去这个eula.txt 你可能没有.txt 因为它这个副档名呢 你记得, 你替这个文件夹起名的时候 要先把这个box彈出来的 要不然, 你就替它改不了名的了 那你把这个false转为true 那这个其实是mojang的一个开伺服器的协议 改成true, 就是你同意它里面的条款内容 好了, 那... 那... 那当你看到这个写着 done for help type help 我问号的时候呢 就代表你成功是开了这个server 是没有问题的了 那然后呢, 我们现在跳去这个IP的部分 我自己是推荐使用noIP的 那...如果大家不喜欢 或者有其他建议的话呢 就各限, 拭除专辩了 那我就推荐这个noIP的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话呢 按这个sign up 然后它就会带你在一个page上 这个page上 你就注册了, 打回你的email, user name 和password 那这个hostname就没有填住先的 进到去, 我们会再有... 呃... 前hostname的部分 OK, 那进到来呢 应该会看到这个画面的 那你见到你... 呃...如果你是没有的话呢 就add一个hostname 啦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打你自己想要的noIP 那...而这一些noIP后面的网域呢 你...呃... 你...呃... 选这些free 这些, 因为上面那些全部都是要付钱才能用的 下面这些free的那些, 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 然后IP address不用转了 其他东西都不用转的 它会自动帮你settings的 然后settings完之后, 你add host就可以了 对了, 在这里下一题 如果你是... 整完之后呢 记得要下转这一件东西 DNS update client for windows 那网址都会在下面description 那你就下转这一件东西 OK, 那IP的部分就讲完了 现在到插件的部分了 那么... 插件的部分呢 你可以将上这个网址... 它无论是bucket的插件 和buckets的插件都可以安装得到的 那...譬如... 这个bucket的官方网站 它有很多plug-in 那你下载了之后呢 它应该是一个.jar的file 那你将它的插件全部拖在这里 就用得了 那...至于详细的插件的用途呢 我就不在这里做多的介绍了 那...就... 对了 那我们这条影片的server教学 就暂时到此为止了 那如果大家在... 呃... 开这个server期间 遇到任何问题呢 那就在下面的留言区里留言 那我尽量会答复你的 那我们下条影片回来再见 拜拜 拜拜